大家好 欢迎大家学习我们的系列课程 职业规划52个深度解答 我们今天呢要分析的问题是领导不对线奖励承诺怎么办 我呢是大家熟悉的王鹏老师 首先欢迎大家呢在课程的评论区留言和提问 那你提出的任何问题呢都有可能被我们选中专门做一期课程的讲解 当然呢也欢迎私下的提问 这里有我的联系方式 好 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位同学的具体的困惑吧 今天这位同学呢他提的问题是这样的 他说我去年年初接手了销售经理的岗位 带一个五人的团队 老板说呢新岗位一上来就涨工资不符合公司的管理规定 所以呢我的薪水没有变 但是许诺呢达到了一定业绩的年终奖 就有这个年终奖 我没多想的就同意了 结果年底的时候呢老板说年终奖没了 因为另一个业务部门的业绩没有完成 所以呢年终奖都不发了 那我觉得不公平 好像除了辞职丑人也没有别的办法怎么办 所以这个问题呢稍微的简化一下呢 他的简版的说法就是领导不对线奖励承诺应该怎么办啊 可能这个问题呢在职场当中也是很难避免的 因为有的时候难免就会遇到这种情况啊 那我们很多同学的选择呢一般好像也就是辞职走人泄愤了啊 那我们今天从职业规划的角度来给大家讲讲看 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思考和怎么应对吧 来 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先从问题分析开始啊 问题分析的部分呢我有两个要点要讲 第一个要点呢是如果你当年接到这个老板的承诺啊 首先第一个你要看口头的还是笔头的 什么意思呢如果口头的承诺那就是个君子协定了啊 就没有什么因为没有留下任何证据嘛 你没有办法去维权啊 哪怕你说去维权啊 这个他其实是没有证据的 那如果是笔头的承诺呢 他是有法律效力的 在这个地方呢稍微给大家多提一句啊 稍微给大家这个多提一句 就是一般来讲这种啊口头承诺 哪怕当时他承诺的时候 你做了录音都不能作为维权的证据啊 因为这个现在在呃这个这个法律里面来讲 你的录音其实是不作为这个啊 维权证据的 维权证据的 所以这一点呢你一定要注意 所以第一个看呢 这个上次的承诺或者老板的承诺 他是口头的还是笔头的啊 所以啊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叫做考虑维权的性价比 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这确实就是个口头承诺啊 老板就跟你一说说这个到时候 你知道什么呀一定会怎么样的 到时候到跟前没认了那就没办法了 这个就是你交学费认栽吧啊 因为这个呢你维权也没办法 因为没有这个记录嘛 我们说过没有证据 但是如果有法律效率的是不是可以维权呢 比如说我们写在合同里的啊 或者说老板呢甚至给你写过一个什么东西啊 写过承诺书啊 类似于这样的东西的 呃也不见得一定就要去维权 因为这里面呢有一个问题叫做值不值当去维权 什么意思呢 你要明白一点 就很多我来找我咨询过的学员 都会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他不单单是老板不对线承诺的问题 比如说你有的时候离职了 工资没有给你结清 然后呢莫名其妙就扣你一部分钱啊 包括劳动合同法里面规定的什么 n加1的之类的赔偿 你又有一亿啊等等之类的 然后呢你就有可能去维权打官司找仲裁 是吧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呢这里面有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得看他欠你的这笔钱 或者他没兑现的这笔钱 是不是值当你去维权的啊 因为有可能就欠你个几千块钱啊 当然对你来讲可能也不少了啊 但是呢你要真的去做这个维权 那就有很大的时间精力人力的投入了 因为你要这么想 你要真的是去维权这几千块钱 你自己的时间精力要要去举证啊 要去这个几次这个包括仲裁都得都得你到啊 等等之类的 这个很花时间和精力的 但是对于公司来讲呢 往往大一点的公司要么有专门的人力去搞这个事 要么有专门的法务去搞这个事 也就是说其实你去干这个事的时候 是搭着你所有的时间精力啊 几乎是把所有自己都搭进去要去维这个权 但对于公司来讲他只是需要派一个员工去处理就好了 所以相对来讲呢 如果不是数额特别巨大 我就劝你不要去 这个不知道的啊 不是说特别巨大的话 你费这个时间精力其实不是很很划算 所以我自己当年这个遇到过一个咨询 曾经有一个人来问我 就他是房地产销售行业的 然后呢 说是这个 这个这个有业绩啊 这个公司离职了业绩没兑现啊 说这个怎么办啊 想去维权啊 我当时就劝他 我说你这个不行就算了 是吧 你这没必要费这么大劲 是吧 欠你多少钱啊 别这个这个这个搞得不知道呢 是吧 然后这个学员想了想跟我说 也不是特别多 大概有个一千多万的提成吧 然后当时我就崩溃了 是吧 我说那这个我得跟你一块去 是吧 我得跟你一块去 一千多万你还不去维权 是吧 你想啥呢 这个就不用犹豫了 是吧 就不用犹豫 所以当时最后这个学员去 真的去中裁了 还是怎么着 因为他那个房地产销售金额数 这个数比较大嘛 最后呢 这个公司兑现了 一千多万 专门带他去税务局 上完了税 拿到手 还有个几百万吧 还是有八九百万的 据说 所以呢 你看这个数额 是不是很巨大吧 不是很巨大 我的建议就算了 好 来 那么稍微的深度思考一点什么呢 就是如果这种奖励 不对线的情况 还是有很多 这个不同的情况 要区分一下的 来 那么我呢 深度帮你分析一下 一般来讲 这个上司或者老板 违背承诺的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呢 就是压根想不起来这事 这个就基本是摆明了要耍赖了 这个除非这个人确实记性不好 但是这种可能性 我觉得真的很少 对吧 所以第一呢 就是如果他压根想不起来这个事 那就摆明了是要耍赖的 这就没戏了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事出有因无法兑现 比如说他口头也承认 说当年确实给你承诺过 之前也确实承诺过 但是现在怎么办呢 公司经营有问题 或者这个有各种客观的因素吧 考虑员工公平啊 各种的原因 我呢 暂时没有办法 马上给你兑现 但这事我认 这两种情况 所以呢 也应该有两种应对策略 那第一种应对策略 如果耍赖的这种人呢 你又要么直接走人 因为这个确实人品就不好嘛 你就知道他没法长期合作 对吧 要么呢 你就如果没有下家 就只能骑驢找马了 说那不对线 那没办法 是吧 你就只能骑驢找马 找下一份工作了 好 那么第二种 如果说他事出有因 他承诺了 他承认他承诺过这个东西 但是现在有因为各种原因 他兑现不了 那怎么办呢 这个叫没能力兑现承诺的 那么我们就要谈判 找其他的补偿了 什么意思呢 就说那好 你现在没有能力做这个 这个这个 钱的兑现是吧 那能不能在别的地方 补偿我一下 比如说给我升 升值升一级也行 对吧 在别的地方 能不能给我做一些 其他的补偿 你说这个比如股权 比如说承诺了你股权兑现不了 那你现在确实也兑现不了 那好 能不能分期付 你先兑现我多少 再兑现我多少 对吧 剩下的什么时候再给我也行 是吧 那你股票兑现不了 给我股权 给不了我 期权给不了我 那补点现金 行不行 现金补不了 对吧 现金兑现不了 那么给点这个职级行不行 给我升一级行不行 团队扩大点规模行不行 是吧 就是在别的方面 你千万不要一下就给 把这个话给谈死了 因为本来他兑现不了 他就亏嘛 所以呢 他理亏 你就有可能在别的地方 在谈判的过程当中 争取点别的利益出来 啊 这个呢 千万不要一下给谈死了 说那你不对线是吧 你也没能力兑现是吧 你就这样的 那我不相信你了 我就走了 这个其实对自己的损失也很大 好了 所以呢 这个问题呢 我们讲到这里呢 基本就差不多讲明白了 来最后总结一下 这个问题对个人职业发展的一个启示啊 有三点 第一点呢 就是职场的承诺 尽可能的要落在字面上 一般来讲 只要你接到了领导也好 上次也好 老板的承诺 我强烈建议你 哪怕这个 千万不要怕撕破脸啊 或者千万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说我去找你啊 你这样当时说过 你能不能有一个纸面的东西给我 你千万别觉得不好意思 因为这个到最后 真的就是你去兑现承诺的凭证 是吧 那很多人说 那老师我没有这个 他没有评论 但是有证人行不行 证人也不可靠 就是哪怕有人证明了 他当年确实承诺过你 又能怎么样呢 你去维权的时候 还是没有纸面证据 它是有很多的困难的 所以呢 第一呢 就是职场的承诺 尽可能要落在字面上啊 第二呢 就是维权一定要考虑性价比 不要影响失大 这个呢 我在很多地方都劝过学员 就是 还是那个观点 你去维权 搭上的就是你自己 企业去维权 无非就是派个人去对付你 所以呢 其实性价比真的是不划算啊 如果不是特别输额巨大的话 就没有必要特别的 这个纠结于这个事 那第三个呢 就是 我们讲 尤其是在信任这件事情上啊 尤其是对方给了你承诺啊 信任 就是不是要相信对方 而是要相信自己的能力 什么意思呢 就是哪怕他不对线 你也有能力控制这件事情 或者你也有能力应对这件事情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只是说 我当时相信了他 但是他真的最后没做到 你又能把它怎么样 所以我有的时候讲一个经典的段子 叫做 你要有一天真的去问黑社会借钱 问高利贷借钱 是吧 没有抵押 无敌啊 他敢借给你 你觉得他是 他相信你会还钱这件事吗 不是的 他一定相信的是自己的能力 对吧 他相信的是 哪怕你逃到天涯海角 他也能找到你 把你身上的最后一分钱炸出来 他相信他有这个能力 所以他敢借给你 是吧 他绝对不会说 他相信你 不会跑这件事 所以叫做在职场当中 务必要相信的是吗 不是相信对方 而是要相信自己的能力 要提前想好这些策略 好了 我们今天这堂课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你的聆听 最后呢 还是要推荐一下公司的公众号 颜值有利的公众号 欢迎大家扫码关注 每周呢 我们都会在上面更新新的学习内容和职场报文 欢迎大家关注 好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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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